接下來我們會拍攝一系列小資訓練的影片 這一系列的影片會告訴大家 我們有一些器材在使用不到的狀況下 它還可以衍生出其他的用法 第一期我們要跟大家講呢 就是如果你參加鐵人三項比賽 一定會拿到非常多不同的泳帽 但泳帽其實也不容易壞 那這些泳帽到底可以拿來幹什麼呢 是很多鐵人朋友都會問到的問題 所以阿根也上網搜尋了一下 不外乎把它拿來當作露營的時候 裝水用了簡便的器材 那也有人會把它剪下來變成綁頭髮的用具 但這些其實都跟運動沒有什麼相關 所以阿根想到一個實用 尤其是在天氣比較不好的狀況下 有些人會用浴帽套在安全帽的外面 那避免頭髮被淋濕 然後也可以減少就是寒風吹到頭的不舒服的感覺 那其實泳帽的彈性很好 它是用矽膠製成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套在安全帽的外圍 那第一個會比浴帽來的好看 然後甚至如果這旁邊的散事單位 或者是廠商是你喜歡的 看起來應該會更帥 在安裝帽套的過程中 要特別注意指甲不要去勾到泳帽的邊緣 或者是拉得太用力 因為在撐到這麼開的狀況下 它其實會比較容易破掉 那用泳帽來當作帽套 可能沒有市售的矽膠帽套 或者是專用的帽套這麼的貼合 它可能上面還會有一些皺褶 其實可以在你參加每一場賽事的時候 多戴一頂 那除了賽前練習游泳的時候可以使用 比賽當天萬一天氣狀況不佳 你也可以利用泳帽 來當作你比賽的時候的帽套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分享更多有趣的小技巧 或者是利用一些器材發揮它更大的價值 那我們下次再見